也是有关消费者的权益 现在民众在网路上购买商品的机会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在网路上标错价格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今天又有消费者向立委投诉说 他几天前在熊石旅游网站上面 用250块钱订到了原价2520元的饭店住房 不料事后却遭到熊石以标错价为理由 取消了他的订单 也不愿意提供补偿 不过针对指控 熊石也出面反驳 他们强调他们只是提供平台而已 标错价的是饭店业者 秀出CV21号在熊石旅游网站的订房资料 吴小姐原本以为抢到好康 只有250元就订到原价2520元的饭店套房 没想到熊石事后竟然以标错价为由 取消他的订单 在我们消费者的概念来讲 这不是你恶意标错价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你这应该是一个入住率最差的时候 会有的一个促销的方案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跟我讲说 其实我们是标错价 但是我们不提供任何任何的赔偿 那比较凶的网友 他们就会获得的回复 就是说 可我们可以再帮你调房间调调看 那我们这种可能比较不会这么强势的一些消费者 那他就吃定我们 我们觉得熊石旅行社是不是只吃硬不吃软这样 不止吴小姐 林先生也遭遇同样情况 原来日前熊石旅游网站 在高雄汉华饭店六月订房的网页上 出现星期一住宿只要250元的标价 而且一天提供两个名额 被指控的熊石旅行社跳出来大声喊冤 强调自己只是提供平台 不负责标价 还说投诉的消费者根本就没成功订到房 如果他订房成功的时候 其实他会出现的一个是 我们请他去缴费 确认他已经订房成功 如果没有订房成功的时候 事实上他拿到的是一张需求单 我们告诉他说 我们会尽快去帮他做这样的作业 看看能不能取得房间 熊石强调下单流程没问题 而标错价的高雄汉华饭店 则发声明坦诚疏 表示已用250元成功下定的八间套房 会照常卖给消费者 至于其他20位候补的订房民众 则会发送500元的折价券作为补偿 亡羊补牢的措施 就看消费者愿不愿意买单 明星文陈秀卫简士风 台北报道